來到府城 跟著台南人早起吃早餐 四季餅 蘿蔔糕 珍珠丸炸春捲 老字號的傳統小店 變化出十幾種港式素食 還有糕點 點餐台上不停變換著菜色 讓人好羨慕 台南在地人 豐富多變的素食早餐 這裡的點心非常的多 來來去去的人也非常多 而且這些還不是全部的點心 陸陸續續還在上新的點心 這裡是港點類的 在另外一邊有傳統類的點心 在另外一頭 還有蒸籠類的點心 種類非常豐富 現在我要趕快去拿盤子 來夾菜囉 這家傳統早餐店 雖然空間不大 但幾乎使用了台面所有的空間 來擺上琳瑯滿目的餐點 除了港式鹹點心 還有芝麻球 糕餅 北藤粿等甜食 此外還有自創的口味喔 完全就是素食百惠自助餐 第一次光顧 真的會不知如何下手 那我剛剛夾了很多 有傳統的點心 然後有一些港點 還有一些糕餅類的 我要開動囉 終於門到我了 100號都沒夾到 夾來了 老闆娘 被老闆娘出雞全茶 我一直要研究 豆子比較厚又好吃 我就... 那豆子美國送來 我就知道說 這塊豆子好了嗎 現在我們的政府很嚴重 在賣賣賣賣賣賣賣了 所以老闆娘現在要來說出 她研究了42年開業以來 如何煮出最濃最香的豆漿的秘密 對 請問是什麼 所以說豆漿我才開始研究 比較厚 我會用菌水在吃 這個蒸的蒸 蒸起來 這樣豆漿下去會比較厚 不然我再研究說 這樣也是還會炒不分 所以我們現在是用蒸汽再煮 蒸汽煮一煮再來那個蒸汽煮 這樣就不會炒不分了 我們的豆漿很濃 冬天就是要來一碗暖呼呼的豆漿 而且其實逸林自己本身 沒有蒸過豆漿 也不太知道做豆漿的流程 但是我剛剛很感動 因為老闆娘完全不藏私的 跟她分享她的商業機密 如何煮出最濃最香的豆漿 這個豆漿真的很濃 而且真的像老闆娘說的 它沒有一點的燒焦味 很香很純的豆漿 這個很特別對不對 剛剛老闆娘我沒夾到 就是素素的魚刺腳 對 對 妳吃看看 我們吃溫的魚刺 還不容易吃到 吃素的魚刺 在這裡我們來吃吃看 對 魚刺腳它是用蒸的 然後有點像鋼鐵 它的皮非常的薄 然後你一咬下去 它裡面的餡料做得非常好 很細緻 料切得很脆 然後我覺得它的濕度也有做到 很棒耶 很棒喔 很棒 調味非常好 妳再吃我們的鋼鐵看看 鋼鐵 我們鋼鐵很出名 我跟你講 鋼鐵我剛剛差點夾不到 對啊 鋼鐵因為我都堅持用手工的 它的菜吃起來是有脆度 而且它餡料不是一個糊的感覺 它裡面是鬆散的 所以讓它吃起來會非常有口感 然後那個菜的甜味 完全的就鎖在裡面 雖然是素食 為什麼剛剛老闆娘就說 很多人吃了好幾年才驚覺 這是素食喔 對 真的 因為它 真的完全取代了肉的甜味 我覺得你不會想到 這個蒸餃少了一個味道 飄厚得非常好 那我就要問 蘿蔔糕很有名 請問 對 這個是在蘭米自己磨的對不對 對 我們這個真的是在蘭米做的 不是粉做的 就是這個Q度 好好吃喔 對啊 外層是芝麻燒餅 再裹上蔬菜的四季餅 口感香酥 淡不甘色 甜脆的蔬菜淋上素香鬆 和美乃滋搭配的恰到好處 是老少咸宜的口味 還有表皮煎得恰恰的蘿蔔糕 有樸實的味道 在蒸上店家特調醬油 也能增色不少 每一個點心的做工很繁複 所以吃素的朋友 有一間這麼棒的素食早餐店 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老闆娘 您好偉大 謝謝了 沒有 你說天氣的耶 我喜歡花明事實 就是說給吃素的人 也是有很多豐富的東西吃 但是我相信不只是吃素 你做得比吃戶食的早餐 還要頂級 真的 真的啦 謝謝 還有妳吃這個看看 這個嗎 翡翠果 翡翠果 一般人家都是用那個 什麼茶花黑澡 我們不是 我們用日本海苔做的 假如用那個什麼茶花黑 那個年輕人比較不會接受 所以我們選日本海苔來做 老闆娘還根據年輕人的口味 去挑選食材喔 有 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來這邊吃 很美食耶 我來吃吃看 我算年輕人喔 算… 好 它裡面包蘿蔔絲乾 我只能說老闆娘的每一個點心 因為它味道都非常乾淨 然後很到位 我們東西都先做先賣這樣 那蘿蔔絲很細 然後你不會覺得很乾 然後就不會讓你覺得又很鹹 味道非常好 請這個食材姐妳吃看看 好 那陳美鳳來最愛吃的 真的喔 好 來吃吃看 我們的前輩來這裡拍攝 我都大推薦了喔 好好吃喔 每一個點心啊 它的口感跟濕溫度非常的夠 一定是非常新鮮 老闆娘說他們都是現點現做 我們都對 現做先賣 不是現點現做 是當天的點心都是當天做的 就是我們早上做早上賣 下午做下午賣 我們下午賣不一樣 下午賣菜賣點心 賣麵那一類的 還有你看這個菜包 有很多切碎的青江菜和乾香菇 炒了麻油後變得非常的香 沒想到青江菜也可以在菜包中出現 而且真的好吃 品嘗下來會發現許多點心 都相當的費工耶 顛覆了一般傳統早餐 吃粗飽的印象 難怪在其他地方找不到類似的店家 而且每一種點心 拿捏在一兩口的份量 在一餐中可以嘗到多種口味 大家看這個是素食的綠豆泡 做的跟昏的真的很像 裡面真的很像有肉燥的感覺 那個肉我們都自己炒的 妳吃看看 很香耶 很香 我們都用花生油做的 因為一般他們做分的 只有100多塊 我們一斤花生油380 我都用最頂級的 我要做我做最好的 除了一般的豆漿 還有鹹豆漿喔 它加入了海苔還有芹菜 還有傳統的油條 看起來非常豐富 沒有嘗過的人 可以把它想像成味噌湯 或者是淡花湯 說不定就會愛上這種特別的口味 豆花請你吃看看 好 我們豆花很細喔 對啊 還有這個點心類的豆花 對 好好吃喔 還很…真的很細很綿 很細… 跟你們台北的豆花不一樣 而且這個豆花 我覺得它是常溫的豆花 是你們早上做的對不對 早上做的早上賣這樣 對啊 下午它就會比較能… 剛才才做起來的 這個新鮮豆花超級好吃 而且非常順口 今天真的在老闆娘身上 學到非常非常多 謝謝老闆娘 謝謝啦 你們… 客氣了啦 謝謝… 真的學到好多 港式速食早餐 港式速食早餐真的相當特別 不過我覺得更特別的是 這家店從早上五點開到宵夜 而且從下午提供麵食 晚餐自助餐 來到這裡 一整天不怕找不到美食 那麼便宜 給我見面 嗯… 說的